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饿了再吃呢 因为我觉得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才能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生活 我觉得她的要求是我小的时候 我外婆对我的要求 你说的按时吃饭 你能把时间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早饭的时候要在7点到8点半之间吃 午饭的时候要在11点到1点钟之间吃 晚餐的时候大概要在5点到7点之间 就这种按时吃 就正常 都是正常的 对 我最健康的是早餐 我无论头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早上都会挣扎起来把早饭吃 对 我也非常在意早餐 早餐一定要吃好 如果早餐吃不好 一上午的工作都进行不下去 我不喜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晚 吃完了以后也觉得吃饱了 但是其实是吃撑了 吃多点喝 官方山楂树下就没事 24号 大家好 我是张瑶 来自山东青岛 现在在一家国企 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你这个按时吃饭 是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为未来女朋友做爱心早餐 爱心便当呢 还是只是口头上说 提醒你按时吃饭 这个我会做饭 然后我也很愿意 如果在工作不忙的时候 做一些寿司还有水果 朱睿 男嘉宾 因为我是开奶茶店的嘛 所以永远是吃饭的时候 是我最忙的时候 然后我可能是不是不想按时吃饭 我会忘了时间 你这个时候会打电话告诉我 你该吃饭了 你会这样吗 我不会的 在我休息的时候 你会站在你的身边 去分担你的工作 把时间腾出来 然后你去吃饭 那我周一到周五 你上班的时候 我就随便什么时候吃是吗 就是不给你发生一声祝福 祝福 妈信心让你吃饭 是给你的祝福 祝你能够好好的吃顿饭 来 范茹 男嘉宾我平时吃饭呢就不太规律 但是最近我发现了这款 百分之百山楂树下的山楂汁 它的配料表呢除了山楂就是水 酸酸甜甜的无添加 而且可以促进肠胃消化 最近呢就是正好又到元旦假期了 聚餐呀什么的都需要他 所以我推荐给你 我也很喜欢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不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对我既动口又动手 二十号 我想问问你你是希望他对你动口还是动手还是斗不动的 就是说一下程度 我之前交往一个女朋友呢他他咬我 咬我的程度是让我接受不了的 我也告诉他我不接受 然后他给我的表情呢是啊你还不接受 8号 男嘉宾你好 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打是亲骂是爱 我可能对你动手 你不觉得是爱你的一种表现吗 我觉得是一种表现 但是这种爱和恨就是程度太猛烈了 12号 你好男嘉宾 刚刚听你们说我就特别想笑 因为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喜欢捏捏他呀咬他也会有 但是我应该不会咬得很重 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 心理学生如果你的爱意表达 会下意识地使用到咬这个本能动作的话 会透射出一定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我也有这种感觉 这个动作跟你的这种爱的模式是绑定的 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咬得太疼了 就是太疼了 好 来看第一条片子 在中国东北 鸡雪鸡长达160天的地方 有山 有雪 有吴松 还有我 我是赵文阳 跟我一起感受滑雪运动的魅力吧 12年初一滑雪 就爱上了这项既浪漫又刺激的运动 13年放弃专业对口的工作 从雪场接待到职业滑雪指导员 四年间考取多项滑雪指导员证书 现在我是国内为书不多的 拥有新兴来收满二级证书的滑雪指导员 滑雪对我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 雪季的160天里 我基本每天都住在雪场里滑雪 夏天不忙的时候 我会装修自己的房子 受父亲工作的影响 从小掌握了各种装修技能 动手能力比较强 像水管 电路 电气安装 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是我的卧室 窗帘 桌子 床 都是朋友送的 拉回来拼上就可以 这个晾衣杆是我最得意的地方 悬浮结构 还很结实 阳台被我改造成了健身区 健身架是我和父亲 利用旧铁管焊起来的 在家里就可以锻炼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音乐房 朋友们都说 这架子鼓的待遇比我都好 还给它铺了地板 刷了墙 因为从小喜欢架子鼓 但是一直没机会学 现在有条件了 就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虽然毛皮房现在看起来还有些粗糙 但是在我的改造下 已经满足了我全部的需求 也有人问过我 你怎么不装修好了再住 其实也不是没有那个能力 之前家里的两套民宿 也都是我自己设计装修的 我觉得家是两个人的 要留给未来的你 一起设计属于我们的家 你是在哪个地方 吉林 我是在吉林的北大湖滑雪场 16号 吉林人 你能准时吃饭吗 其实现在就是能碰到一个 完全就是吉林市的人的老乡 其实很难得 我之前没有来杭州的时候 我是每年都会去北大湖滑雪的 然后关于按时吃饭这个 因为我这个工作原因确实比较忙 而且我下班也特别晚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 我一天都不会吃饭 直到晚上两点多下班 我哥吃个夜宵就结束了 这样子 看到女朋友凌晨两点吃饭 你会不会生不如死的感觉 你会给我祝福吗 好好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带了一块单板 还有个单板鞋 我想请在座的女嘉宾 然后试一下 就他 好 每年都会去 凌晨 好 我们穿上雪板了 脚后盖这边就后人 这边就前人 这相当于向右转弯 向左转弯 前人和后人 好 然后我们重心微微向后 你会把雪板前面的拉起来 你的眼睛可以向右看 把你的下巴放你的右肩膀上 好 这就是后人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我们再试一下前人 你的手可以扶在我肩膀 然后膝盖微微往前跪 好 把尾抬起来 好 好 好 一看还是很专业的 很专业 对 很耐心 跟真的一样 这是不是学滑雪的第一课 对的 是如何正确地穿雪鞋 然后我给大家一些滑雪的建议 如果我们第一次滑雪的时候 一定要请教练 这个真的不是给我自己做的网告 滑雪是很容易起来速度 一起速以后 你就不知道如何去做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人生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 就是在滑雪场 12年的时候 我们去拍一个片子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上 请了一个教练 但是我们有五六个人 然后他就教了怎么动 双半 但他没教怎么停 然后在那个阿尔卑斯山 山崎上 旁边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就是地上两条红色的雪线 就你不能靠近 然后那边2000多米的悬崖 然后我就说那试试呗 我说好快 然后我才发现 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然后那个教练50多岁 一个女教练非常洒 我就看最快的速度 她从那个山头上 像箭一样飙了下来 然后从我的旁边 一把把我拉倒 她停下来的时候 离那个线大概三米 我倒那个地方 离那个线大概五米 天哪 然后如果她再晚 大概两三秒 我可能就直接下去了 我当时我后来站起来 我往下看了一眼 我整个人都傻 我腿都软了 我还以为你跟那个教练说的 为什么要拦着我 然后那一次之后 我就牢牢记住了一件事 就如果你没有学怎么停下来 你就千万不要开始 我问一下台上24个女生 会滑雪的举手 我看看 那可以啊 真是难 特别巧 来路之前 我刚去了北大湖滑雪 这是在N6的雪道上 对 有一个数据 就2000年中国的滑雪爱好者 人数大概30万 但是到2019年已经是2000万了 而且在这一次冬奥会 我们的重要的保障路线 金章高速铁路 还专门开通了一条滑雪圣地的专线 所以也是希望更多的人 来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你这个房子很有意思啊 我是 对我现在住在毛皮房 毛皮房现在虽然看起来有些粗糙 但是我觉得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和爱好 而这个房子就很混搭的感觉 有种工业风有没有 对 你看它的桌椅和花就非常精致 但是一看一眼墙之后 又会有点错乱的一个感觉 就像桌椅和床都是朋友送的 还有一个摇篮 也是朋友送的吗 也是朋友送的吗 因为床也是朋友送的 是如果找日找到女朋友 然后未来的房子呢 我想和另外的她一起装修设计 如果现在装修好了呢 就是未来的另一半没有参与感 没有归属感 我喜欢沟通商量 然后去设计属于我们的家 这个特别好 因为我听我设计师的朋友说 经常夫妻两个因为装修房子 风格不一致而闹离婚 这个我觉得生活形态 那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温馨的家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个房子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合得到一块去 那么生活在一起很开心 如果合不到一块去 就往往容易吵架 前面一位成都的朋友 装修都已经完成了 装修好了 对吧 对的 老实 真是老实 4号 我是一名室内软装设计师 如果说像遇到一个审美 比较高的一个女朋友 那你怎么去分配这些问题 比如说那些家具然后都换掉 那你会怎么办 如果家具都换掉我是同意的 因为这些家具都是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 我还可以送给别的朋友 我再送给有需要的朋友 因为我已经装修过两个民宿了 已经有装修经验 对于第一次那么认真 那么较劲这个这儿已经过了 所以说未来的她如果是特别特别在意 会尊重她的 去满足她这个愿望 也就是说她装修成什么样 你都不会有意见 大体大方向我还是要控制她 看下一条片子 我只谈过一段恋爱 发生在四年前 好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了 她无意间说过一句话 让我印象特别深 你和什么孩子可千万不要笑你啊 知道我当时一愣很不能理解 如果你不欣赏我 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呢 分手后的四年里 我相亲了几十次 曾经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 但是我们只见了三次面 她就把我删除了 后来才知道她觉得我太笨了 约会接她 激缩她家楼号 商场停车 记不得停车的位置 压马路又要女生走在外侧 因为当时太开心了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 什么都忘了 谁能想到呢 最后又搞砸了 是不是一眼喜欢的人 至少都会变低呢 从此以后 每次相亲 我都会提前做好功课 去哪里吃饭 看什么电影 都做到心里有数 但是后面的相亲 我都没有遇到心动的那个人 对于理想的另一半 我希望她一看见我就笑 是那种欣赏温暖的笑 我们在爱情里互相包容 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 我很想知道 那个女的跟你说 生了孩子不要像你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事 我是第一反应是很诧异 然后呢半天没有反过来 然后呢就是出现 还出现咬我这个事情 导致觉得 是同一个人咬她的那个 对 就这一个 然后就觉得 就这一个 不是那么合适 然后呢后来就联系少了 然后就分开了 你们俩怎么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需要看语境 如果是一个撒娇语境的话 他就是说 孩子要是不像你就好了 这就后面接的半句就是说 都得像我 那像我有哪些呢 外表啊 内心啊 等等 是给了你一个上台阶的机会 有这种可能啊 但是她如果恶狠狠的时候 千万不要像你 像你丑死了 哇 那这个就说明 我倒觉得 我倾向于 把她往好的方面理解 如果说一个女人对你 讨厌 厌恶 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会跟你商量生孩子的事吗 你觉得呢 也有可能 但当时的我没有这么想 不是觉得很诧异不能理解 你要是找 你生的孩子不像我 那 那你为什么找我 所以你这个脑子 他就没往那方面转 他其实内心深处在很多方面 是迫切需要受到外界肯定的 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 如果他的伴侣会经常跟他说 我的孩子要有鼻子像你就好了 他会非常兴趣 对啊 这是对他身上某一个点聚焦的肯定 但是刚才那个是一个全面的否定 对 就是什么都不要像你 他一下就觉得崩塌了 对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 他有时候会想咬你 因为有些时候 你身上有一点点不解风情的瞬间 然后当他发现语言 无论怎么使用 都无法让你改到那个点的时候 憋到那了 就只能用咬来发泄一下那个情绪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10号女生陈嘉敏 我很想问一下就是 你和之前的前女友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不计车位 然后让他走外边 或者是接他给忘了这些事情 是你们每一次他会跟你吵架跟你说 还是在最后分手了 他跟你说一大实话 不是 这个是相亲认识的 然后我们只认识了三次 都没开始呢 然后第三次以后他就说不合适 然后通过介绍人以后知道这些事情 然后他 不是跟你说的 是跟介绍人说的 对的 说你笨 说笨 你那个介绍人就把这个话 如实地反馈给你了 对 这个介绍人的情商也是够呛 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就想知道一下 如果说你要现在再去找 自己另外一半想要找一个 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因为你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比较那种激情 澎湃 比较饱满的 但其实当激情退去之后 我们更多的就是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吧 那种比较平淡的生活 再又是我们两个人合适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性格也是比较关键的 我比较喜欢 我比较喜欢 又可爱 又能撒娇这种 来 来 付通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吗 我认为是啊 就是我很想就是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前提是我们相互是吸引的 我觉得台上很多男孩子 他们都是很好的 但就是觉得好像吸引不到我 然后我也反思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自己可能也会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的很合适的结婚对象 但是不是我也缺少了一点 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去吸引到对方 不是合适结婚我们就可以走到一起的 一定是有彼此吸引的这个地方 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喜欢爱 然后才能互相生活 然后去为对方考虑的 所以你身上的闪光点吸引到女性的点 会是什么呢 您自己觉得 我认为我比较有耐心 然后性格比较好 沟通的时候更能倾听 好的 那你可以继续地多表现一下这个方面 有的时候一个男人的才华和能力 是很难在短时间的舞台上让你知道的 比如说如果你能去看一次她滑雪 也许你就会觉得 哇 好厉害 你会被她的这种能力所吸引 有些人比如说我是律师 我介绍我的职业是律师 如果你去看一次她的法庭辩论 也许你会被她的能力和才华吸引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展示我所有的才华 我的能力 其实这是很难的 这个话我非常同意 就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在什么情况下她是最有魅力呢 就是在她工作中最有魅力的 刚刚我觉得沟通提的这个问题是 她实际是在追问我们人身上的魅力点 是怎么散发出来的 是有两个比较清晰的指标的 一个是极致 一个是意外 这都是我们多班突然间 纵然加速分泌的重要时刻 比如说你刚才提了一点很好 你说在工作中展现 你看你刚才有提到说 这是我们你拿到的这个证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 对 二级滑雪症 假设那句话是 她的那张教练证是中国仅有的三张之一 这就是一个极致呈现 这个时候的同样一个信息的魅力点 在大家心中激发的那个点 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 第二就刚才飞哥有提到的意外的呈现 比如说一个律师精英等等等等 突然他说其实我有八块腹肌 突然间还有这一面 这一瞬间也是多班点 可以坏速分泌的时刻 有的人你就会感觉他很有魅力 就是不是那种客观条件 指标衡量的结果 是一种原始的人性的吸引和冲动 而你的一切就在于它太过稳定 它没有意外 那个多班的分泌就是 在一个维度上往前延展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适合 但没那么喜欢 明白 我相信会有电视机前的女生给他来信 可惜不是你和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都是能够感情的 但是在这个解释呢 我觉得很有道理 当时的我可能太不解风情 没有理解到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这些道理 所以在未来的感情相处当中呢 我也会更多地花精力 去站在另一方的角度去考虑 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很细心 动手能力有强的人 会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如果你喜欢我这一款呢 请赶紧联系我 好 祝他幸福吧